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2011年最流行的音樂風格就是電子樂 那也很開心我們的音樂總監呢 給我們這個機會 然後參與製作的一些討論 對 那我們在中間學了不少東西 舞蹈的部分呢 我們這次月球漫步著重在腳的部分 因為像剛剛王子講的 我們也結合了Michael Jackson的月球漫步 跟我們自己JPM的感覺 那其實在跳起來的時候 我們覺得不是很容易啦 但是其實我們在這三個月當中 練得非常久 為了達到那個默契 跟那個動作力道的結合 毛弟 聽說你的腿 怎麼比你的腿一定非常好 現在我的腿非常的扎實 沒錯 對 扎實為什麼 因為月球漫步這個舞蹈呢 完全就是把腳搞得很辛苦 完全就是要踮著腳尖這樣子 這樣子的去擺動 所以其實我們三個真的是 跳完這支舞金都開了 對 我們運圖也開了 這邊也順了 對 我覺得一點都不有趣 非常的驚悚 怎麼說呢 因為小潔非常的怕蛇 那我本身因為我其實還好 但他那麼怕的情況下 就有影響到我們團員 對 但我們有一個橋段是要 導演叫我們要把那個蟒蛇背在身上 好像十秒吧 我真的覺得導演瘋了 對 真的是太可怕了 突然他咬我 我就昏倒沒辦法拍了嗎 對 然後這時候小潔 其實已經跑到不知道跑到哪裡去了 然後其實我們這個拍攝過程真的是 很挫啊 但是這個整個的影片呢 都有收錄在我們改版的DVD裡面 對 對 也謝謝大娟老師跟彼爾賈導演 這麼用心的幫我們編排 《月球漫步》的舞蹈MV 還有《那不是雪舟紅》的舞蹈MV 因為呢 《月球漫步》就是《月球漫步舞》 大家都很流行 那 《那不是雪舟紅》就是甩手舞 也謝謝大家 就是在簽唱會的時候 會跟我們一起甩手 謝謝你們 謝謝音樂台